太不知足 太贪劳 我觉得 其实 我觉得我现在感觉 真的很开心 很快乐的 谢谢大家 谢谢 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 有很多人 就是 过的 很不就是 很不如意的 太多了 我如果 我生活当中遇到自己开心快乐起来 但是我遇到这么好 就是这么多好的事情 我觉得我当然要开开心心的 而且家里面你们也要开开 开心心的 对 我们一起把开开心心 打在公屏上 因为我想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卡了 对今天这里的信号不是那么的好 家们 我很珍惜 我很珍惜 我可以回来的吗 我我没有直开你的意思 你随时都可以回来的 我怎么肯 我怎么敢直开你啊 我已经帮你点了 我以为你是 家们刚刚师傅说我坏话了吗 有没有说我坏话 有说我坏话了 我批评他待会儿 嗯师傅刚刚说我坏话了吗 嗯 哈哈哈 我说了 你说什么 我说了你一千句坏话 你说你说我 又矮又穷 又胖 你在说谁 哈哈哈因为刚刚有一个那个 哥哥说还是叔叔说的 他说呃 又矮又胖 哈哈哈 是我刚刚说什么 啊你可以问家们 我们家们都是不会说话吗 怎么他们都又 都要在打白富人下午好 你自己说的啊 明明没有打 刚刚他们你看 刚刚我就看到白富人下午好好几个 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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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说你是个很好的人 你是个 值得 我觉得你未来的老婆是 就这 你是又爱又胖的 哈哈哈 就值得他去托付的人 我说 你是个很有单单很有结认感的人 你好吗 他们都在打 白富人下午好 是因为我没有在的地方 你就成为白富人了吗 你故意的 啊 你别老老 我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是家人们说的 你就喜欢逗我了 刚开始我脸就是 我很容易脸红的时候 你就更喜欢逗我 每次在开玩笑 然后逗我 然后逗得我 脸很红 好 谢谢 你点的来了 谢谢 你点了 一模一样的 你刚刚说了一模一样的吗 白富人真美 我也觉得 哈哈哈 白富人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 十五一直在问我白富人是谁 白富人是你吗 我是十五 啊 我是十五 白富人是十五 嗯 我没有挖啊 你故意的 他们才打十五 十五晚上好 十五晚上好 晚上好 晚上好 他们都说 他们是家人们在说白富人是谁 然后有些家人们就在打十五 就是你故意的 不是 没有拉我开玩笑 我跟你讲 你说蓝来了 说多了 别人就不怕了 然后你竟然这样说 我现在连都 慢慢的 没有刚开始呢 我害羞了 你以后会成为什么 你以后也是十五呀 这个好像直接卡死了 我那一点卡 没事没事 卡了对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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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 我们 新进来的家人们 就是点开我们的头像 有两条预约 到时候会有惊喜给大家 可以可以 可以 我给大家再谈一下 可以预约 预约一个 就是端午节的时候 我给大家谈一下这个预约 会有惊喜给大家 6月8号那天会有很多惊喜 然后的话具体什么惊喜 我现在只知道一样 就是那一天 会有就是 这网父亲 那种手工的我们民族的那种网 到时候会给大家 就是给大家 这一点礼物 所以说家人们 你们可以点一下预约 没预约的 句话到时候错过了 一预约的话 我们开播就会马上提醒你 对总共有两条 你可以点开主页 对 因为这下面只显示一条 点开主页的话 有第二条你也可以点 对 好不好 对 谢谢 嗯 嗯 白夫人唱歌也很好听 哈哈 我唱歌真的不好听家人们 谢谢你们夸我哈 这样哈 家人们我们刚刚说了 点赞到55万 呃我们现在直播间2.2万人 如果我们都把手指放在这里 去一起去点赞的话 那那个赞的可能就是 呃一两分钟就直接点上去了 呃然后我们就悄悄的唱首歌 好不好 嗯你唱出什么歌 啊 民族歌 昨天晚上你唱了一首民族歌 今天才唱一首其他的 好不好 家人们想不想听 我昨天唱民族歌 家人们想不想听15 唱他们的那个民族歌 就是特色的民族歌 嗯 民族歌是想唱的扣一个1 想听的话就扣一个小1 好不好 嗯 那个民族歌 我没唱好 没唱好 嗯 今天再给你一次展现的机会 我昨天全往我手心都在冒汗 啊 你看都想听都想听 唱想听就点赞啊 对对对 哎呀谢谢大家辛苦了 其实其实我们点的话很快的 我们齐心协力把那个大拇指放在这个地方 一直长按着不动 其实你可以边跟我们就是边听我们说话 然后边把大拇指放在这就可以了 就就一直按在这个这个地方就很快 如果我们现在所有人的齐心协力放在这个地方的话就会很快 对 嗯 嗯 让我露脸不露脸 因为你都没有关注我 你看吗 这个缝什么什么 你都没有给我们点关注 你在说什么呢 你撤了 就说实话 我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的老粉丝都应该知道啊 我现在真的我比任何人都很想 就是说 就站在15的旁边 坐在15的旁边 面对面和大家交流这样子聊天 这是最舒服的 也是给予人那种尊重 但是我现在是没有办法 呃 这么样子去做 如果有一天真的可以了 那我会第一时间 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见面 好不好 一定会的 我现在好男人不多 嗯 现在好男人多吗 好女人多不多 好女人 嗯 我身边就有一个 好男人多不多 好男人 啊 你身边应该也有一个 你现在怎么越来越逗了呢 啊 你是猴子怕来的逗 嗯 真不多 逗人开心的吗 真不多 可是恰恰我们身边 都有 啊 恰恰我们身边 人都有 一 说对的就扣一个小一好不好 觉得我说对的扣一个小一 是这样的呗 对吧 你说的好男人不就是说的你自己吗 啊 不是不是你咋的我自己啊 我我没有说我是好男人 哈哈 我开玩笑的你确实是好男人啊 好吗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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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哈哈哈 这句话也很对啊 我说的很棒 哇直播间2.3万了 家伙们谢谢大家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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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说有吗 嗯 哎那你为什么 单身这么多年 哦不对 你以前单身吗我不知道 你以前我跟你说过呀 不是的吗 我跟你说过呀 你谈过两个还是一个 这问题可以问吗 可以问吗 哎算了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白总 对不起 我问的有点过界了 可以问没没关系的 你介不介意 我不介意三个半了啊 人还可以分成一半吗 不可能吧这个问 我我不介意你你问吧 我不介意吗 你不介意吗 嗯 你不会觉得我没有礼貌吗 不会呀 确定啊 你会不会生气 不会呀 只是我觉得你今天问的问题都奇奇怪怪的 嗯 嗯 因为我想了解你呀 真的吗 是因为想想走进我的心里面的 我不问了 哈哈哈哈 哎呦 这样吧 你以前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样子 你还讲 以前你找的类型 以前 以前我找的类型 上次你不就见过吗 哈哈 哈哈 你觉得你觉得 哈哈哈 可是我不了解呀 嗯 嗯 不说这个了吧 你不是说可以问吗 然后你又说不说了 不想提起一些过往的事情 你喜欢多高的 对我们每个人的话 就是我喜欢一米六一的 哈哈 不玩了不好玩 真的没有开玩笑 你不好玩 哈哈哈 那你问我喜欢多高的 嗯 那你说你喜欢一米六一的 那你你这个不是拿我开玩笑吗 这 不一定只有你才一米六一啊 一米六一的人很多对不对 啊 哎呀不是不是家人们这是为什么 我一点不太那啥就说 不是说介意这些事情已经过去的 的话就是 往事的话就是 如果是一些开心的话 我们可以回归 对不对 嗯 那如果实际上自己不开心的事情的话 我没必要去 就是说 去回归这么多事情 以前的不开心的事情 我们就把它忘掉 就把它抛到了后期 啊 我们要享受当下 就是要 做好每一天 呃开开心心 的自己做一个快乐的自己好 一想食物现在 今天有点闷闷不乐的我 我们 是 向前看啊 我们应该在这个网络 哎 就是我们是聊天的吗 我们是聊天 我知道了 嗯 我们是聊天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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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人生 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你笑什么 哎呀笑到我肚子都 怎么突然这么想笑 不是 啊 你说吗 你你想你怎么了 我上好 家门我上好 你笑什么 没有 我就觉得你很可爱呀 我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 你觉得我可爱 家门觉得我可爱吗 可爱 非常可爱 我觉得食物可爱 我们满屏把可爱 两个都打在公平上吧 好不好 我觉得食物可爱 就是我们是单纯的聊天 对 单纯的聊天 家门 哈哈 你在笑什么 食物你到底咋了 我刚刚问了你一个问题 然后你的回答 让我觉得很 你就是很感想 食物胆子大了 对食物现在 现在有 抱着胆了 我是问了的哈 我说你会不会生气 你说不会 我说我可以随便问吧 你说可以 我是尽管你同意的 那你不能出而反而吧 我问了之后你在生气 那不可能吧 好 我啥都不要问了 因为我不知道哪些问题可以问 哪些问题不可以问 这家门你来问 你们来问他一个问题 嗯 然后让让你回答 因为你问的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是就是我们不念过往 无畏将来 就是我们要享受当下 对不对 人生这条路这么长 为什么要 一直你要问一些过去的事情呢 可是我觉得是开心的事啊 啊 你问我的那些都是开心 是能让你开心的是吗 嗯 这个没关系吧 这个反正都是以前的 嗯 而且又没关系啊 那一个人跟你 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 想了解一个人 那得了解他的所有吧 那他才能真正的了解他啊 如果啥都不让他知道 他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那不就不了解了吗 你这是间接性的在说我 不是呀 因为你就是不是 我问你的身高体重 他不是问你的身高体重 我身高体重 我的体重 我的体重 我的体重跟我的身高差不多 你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我让你尴尬了 没有啊 那我给你道歉 哈哈 你怎么这么可爱 啊 这样吧 我们全屏把晚上好 打开公平上 下十五更一个好 没有尴尬 没有尴尬啊 真没有 嗯 全屏打一波晚上好吧 然后我们 混十五已经2.5万人了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你们你们真好啊 全屏晚上好 好不好 我问你个问题 对对对晚上好 晚上好 哦对对 晚上好晚上好 我就替家里面问你个问题 你体重多少斤 嗯 你体重多少斤 我体重多少斤 我上 这个好像跟你说过吧 家里面问的 啊 菜叫我多重吧 看一下哪个家人第一个猜得对 晚上好晚上好 欢迎大家 你吃一个这个 你这个还挺可以的 只不过就是有微微的一点甜 我吃吗 我可以 谢谢 不客气 我看一下哪位家人能第一时间猜得对 我我 我的天 真不会全部是老粉丝 让大家人已经猜得了 明天 他们说半星 半星江不在家里开火吗 明天 明天的话 嗯 这样家们明天 在家里做给你做多饭 那我那我可以口服了 就是我想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和你的那个 嗯 同意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征求什么意见 那个还是那个 因为你的朋友 你上次请我吃饭 嗯我在想 就是现在我也住在 呃可以做饭的房子里了 嗯 我要不要 明天请他们到 那你来 然后做饭给你们吃 都可以呀 你做决定呀 这个不不 不我要征求你的意见 这个都可以的呀 这无所谓呀 真的 如果你 你能做 然后你 你你有那啥 然后如果你觉得 哎 呃 不能做那么多的话也没有 我我可以做很多的 这个没关系 只是我 我觉得 就是他们请我吃饭了 那我得 就是 就是回报一下别人就是 明天 嗯 我要做饭吧 嗯 就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好不好 就是征求一下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因为是你的朋友吗 然后我个人是想就是 因为他们请我吃 这样吧 我就想回回馈 我们我们这样子 这样子 明天我们就在这个新家里 可以给大家开直播 对要回你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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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啥 嗯 但是如果要开直播的话 人多的话不太合适 因为很吵 可能就 而且他们害怕照到他们 他们可能对对对 不太愿意一个 对 所以说 所以说要不然你你定 我我不敢定 我不敢拿主意 嗯 这个事情我可不敢拿主意 我们在那个那个十五千代搬进去的 那个新家给大家直播 明天可以吧 就是包括对白白夫人可以做做决定的 我也不会就是不经过你的意见 乱带人到家里来的我我 谁来我都会经过你的意见和你的同意的 没事呀那你你带 你带进来无所谓呀 这个都可以 不好这样不礼貌我觉得就这样这样一说 我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哈 就是说明天我们在新家给大家开直播的话 就 呃如果十五十五现在是有这样一个决定 他说邀请我的那些朋友 因为他们也经常起十五吃饭 他说就是明天在家里面给他们做一顿饭 但如果要直播的话肯定就 嗯这样的话又可能不能直播了